所以我要问一下 到底是不是有解冻的迹象呢 为什么这样讲解冻 5月21号记不记得在G7峰会之后 拜登在受访的时候 但是拜登你知道 他常会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有时候会被自己人否认 这个又是一个 他说美中关系 应该很快可以开始解冻 然后记者就问他 那是不是会解除 对于这个李尚福的制裁 会不会 他说正在协商中 有在谈啊 就表示这个解除李尚福 大陆国防部长的制裁 是在美国跟中国的思考 而且已经进入了行动开始谈 但是没想到隔天你看看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竟然说没有 不会 天哪 这我看了也是惊呆了 你知道吗 美国国务院去打脸 美国总统拜登 拜登说有美国国务院 立刻说没有 这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然后现在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新大使 谢峰又要去了 所以到底是有解冻 还是没有解冻 这个解不解冻 你从这几个迹象解释 是不够的 还不够 不够 因为你想嘛 习近平用的外交人才 王毅 秦刚 谢峰 一脉相传都是强势的 因为从杨洁篪开始讲 我们不再低声下去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的真侯 对不对 当然有一个相反的真侯 蔡英明一天到晚叫美国卖美债 对不对 对 叫中国大陆卖美债 卖美债 结果中国大陆三月份又买了一点 对又买了一点 所以拜登也讲你看可以解冻 这两个是不同的信息嘛 对不对 因为现在拜登是希望跟中国大陆能够缓解 他要消耗 所以我常常讲 你用慢动锅会不会开大火 他现在正在炖俄罗斯 下一步叫炖台湾 这个用慢火来消耗中国大陆 但是现在不能够引起 插枪走火 好 当然解冻也需要创造一些条件 大陆也不是傻瓜 拜登一讲所谓的这个解冻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就立刻搬出了大陆的一贯主张 我们敦促美方端正对华的认知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不能干涉中国内政 很重要红线 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 同中方相向而行 这句话也是讲了很多遍 但是关于两国元首习近平 还有拜登的具体安排 没有 没有可提供的消息 就是没有 所以这个帅将军刚刚讲 美国怎样慢顿 慢顿台湾 慢顿俄罗斯 我们看历史 美国最小的国家 三天五天三个礼拜 就把你干掉 对不对 但是对付大国他知道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在乌克兰搞这个名堂 对不对 那乌克兰你看美国的资源程度 不是在慢火炖吗 炖的现在乌克兰就快焦了 对不对 那他下一个目标要消耗中国大陆 他会不会跟中国打仗 不会 你看他俄罗斯他都不愿意开仗 他愿意跟中国开仗吗 那怎么办呢 他就用各种手段 一点一点剥掉你身上的东西 经济 金融 认知 对不对 然后台湾问题去消耗 用日本再当棋子 都是一个对俄国对中国 都是自己不出兵的 所以不出兵他要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下 他不能一下闹得太僵 万一中国脸一麻 给你打局部战争 下面一波 你要不要打核子战争 这就破局了嘛 所以他现在 因为他为什么急得要见面 中国大陆以前 CIA都被中国大陆用那个人脸辨识法 都找出来 都赶走了 在香港部署了两千多个情报员 也被赶走了 就是说他完全 军事上不知道大陆你在搞什么 只能靠几张卫星照片 对不对 然后你这些领导阶层 怎么想的想法 他也没办法掌握 对 但是将军我不太懂 所以你这样讲 那见面确实很重要 尤其是李尚福跟奥斯汀的见面 那为什么拜登说有在协商 但国务院第二天立刻告诉大家 没有 因为拜登讲话是 他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了 国务院是做什么事情 他有步骤的了 国务院不是那种民选的了 他是有些是官僚体系里面 所以拜登是状况外是不是 对 你一个总统哪里可能都通知道 大原则大方向是反中 对不对 要制裁 但他说正在协商中 这就是政治人物 为什么政客都是靠骗 他要希望宣造一个 我可以跟他两个和解 对不对 美国有句话 I wish不等于I could 我希望不等于我能 对不对 Hope is not a matter 所以他是I wish 那中国大陆就要把姿态摆高 你拿一点诚意出来 你提出什么样的制裁 你放开什么样的管制 我再跟你谈 所以中国态度是拉高了这个冷链孔 它将来在谈判中上可能有点收获 因为美国也很无赖 以前讲的话都不算话 什么四不一没有 我统统都自己破局了嘛 所以中国大陆怎么会相信你 如果说我们讲外交人员的任用 看这个外交官的个性 你就知道他的政策往哪里走 你从二十大里面讲 我们看斗争 斗争是什么 那不是陶光隐晦啦 第二个 用的这些外交官 那都是刚强派 而不是软弱派 对不对 这就很明显很明白了嘛 所以现在我已经 李尚福为什么是关键呢 因为你不知道 插枪走火会不会变成滔天大火 会不会引起战争 热线是两国保持安全很重要的东西 你一不小心飞机跟人家插创了 出事了 要不要报复 打个电话 那是无意的 我飞在没有 上次那个川普大选的时候 拜登选举的时候 不是美国的川普总裁 打电话给 对 中国大陆的防长 对 我们不会发起战争 对 你不要误解 因为美国国会暴乱了嘛 但问题是李尚福 你一方面制裁我 二方面要跟我谈 不可以跟他喊话说 制裁你并不影响我们谈判 我们可以约在第三地 你有想过李尚福的感受吗 你戴个手铐来吗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很矛盾的 因为现在就是 拜登这个老饭店讲话已经是 不能控制的很精确 所以难怪大陆一直说 美国说一套做一套 连美国总统都可以信口开河 已经不是一次了 已经累累前科犯了 对不对 宋国大陆说我能相信你吗 他国务院也不会帮他圆一下 讲到这么直接 没有用 这个也拿不出去 大陆有一句话常常讲 我不听其言 我关其行 什么叫关其行 你的财政部长 你的商业头子 来 签上 签上白纸黑色 签署 顶条 你要不然空讲 讲空话有什么用 美国现在因为财力不够了 在太平洋里面也是开空头支票 开得多 对不对 他现在不是上次跟那个谁也一直开 印尼也是开空头支票 对不对 去了一百多个商人 没谈成 声势很好大 对不对 反正这个东西政治真真假假 我也是已经养成习惯 看你什么结果 前面听你讲的天花烂醉 不着述的 对 说的不重要 要看你怎么做